講到中天關台 最近靜電視的事情 也是鬧得沸沸揚揚 董事長換了再換了 裡面的股權結構很令人起疑 但是NCE主委陳耀想說 這不關他的事 讓經濟部去管 但是他當初怎麼對中天啊 中天沒有新聞部總監 要新聞部總監 中視也不可以這樣堅任 而管到內部的關於採訪 還有這個邊審機制 哇 管得可多呢 但是遇到靜電視就轉彎 大家還記得嗎 2005年阿扁當總統的時候 當時有一個台插點被關掉 而且有一位立委叫做蔡啟芳 他當時就說 他如果不關掉我就改姓錶 我們來看他有沒有改姓錶 我們來看這則新聞 TVBS聯報兩天料 火車屁股的民進黨全力反撲 從早到晚黨籍立委 拿著同一份資料開了N場記者會 痛批T台背後有中資介入要扯照 這款電視台沒關一問 我這次插開表 我看沒什麼過分 國資相往必有妖念 我來看 這部屋子才是台灣的妖念 行政院配合演出馬上接招 先拔T台20萬再給這種警告 20萬到200萬或者是停播 那麼最嚴重的話會撤銷執照 如果我們隨著他起舞 我們就說我們糟糕了 我們要麻煩 我們也趕快要自簽 我們也趕快要怎麼樣 就天下大亂 TVBS這張震撼的照片到底是哪來的 疾風的民進黨開始胡說八道 黑道的拿給2100的李濤 李濤再拿給QE 讓他出來報 他不是檢調單位提供的 也不是黑道提供的 是誰提供的 我想很可能是中國官方提供的 雙方彷彿何言一出戲 連對白都喬好 用力給TVBS戴紅帽 這個資金哪裡來 是中共給的嗎 TVBS集團在聯益的股權 有70 那麼會增加到百分之百 這一家公司是不是 你不敢去碰他 是不是他背後 有中共在撐腰 你就不敢碰他 那也不要說因為他是批評媒體 批評政府 所以我們投鼠氣氣 或是說我們不敢 或是說我們在示好 就不敢去詛問他 那我們應該依法來辦理 TVBS強調自己一切合法 在野黨出面聲援 痛批綠色恐怖 嚇一招 如果因為這張公文 而讓這一家電視台關門 那我們要發動所有的群眾 一起來罷免陳水扁 經營12年都沒事 偏偏在此刻被威脅撤照 檯面上看到 民進黨被咬的噴口水 沒事的睡大覺 偏偏就是畢案的真相 看不到 當中叫自己表哥 連研究室的名牌都改了 蔡起方心裡可是懊惱得很 弄到改新的下場 都是為了這句話 這TVBS有夠空 這沒收起來 我這創警方要改就表了 我這創要改表了 就是創 對啊 所以我們跟這個 TVBS表示 建議這樣 只講叫他收起來 結果我們也沒有那個能力 叫人家收起來 結果就是那個名牌就改一下 總統一去任內 不會讓任何一家電視台關門 蔡起方被迫兌現毒事 自己親手把信給改了 不過還是技巧適應的保住顏面 沒讓自己真的變成婊子哥 您為什麼會選擇那個婊子 而不是手錶的婊 而是那個式字簿的婊 啊 婊起來啊 現在都婊起來了 這在牆上 要改多久 這個名字要改多久 掛到灰掉啊 果然是男子漢說到做到 只是看看這個婊子 好像寫錯了 應該要多一點才對 南居立委私下嘲諷 蔡起方連婊起方都做不成 連黨內同志都說風涼話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表演啊 呈口舌之快 讓蔡起方這個婊委員 當的可真是很沉重 老師您覺得在民主社會 這個對於監督政府的電視台 需要被這樣的待遇嗎 好 那現在才又打行政訴訟 也是浪費大家的納稅錢啊 我們還是回到那三個點 就事實 政績跟法令 其實媒體法我也寫過了 其實它媒體其實它應該要 它有獨立 大家也要讓它獨立 那這個我覺得蔡起方 她是我的好朋友 然後她的兒子呢 蔡玉宜也是我的先生 其實她這個勇敢的 可以講這些話 我覺得我以她為榮 其實這個很好 其實我們整個來講 那我們知道事實是如何 一定要有政績 然後才能夠適用法令 所以任何東西在法治國家 也要讓對方有表示意見的機會 一定要真的好好的 能夠邁入法治社會 所以言論自由也很重要 然後事實也很重要 政體重要 法力也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真的要 步入法治國家 大家都要努力 那請問 蔡起方現在人還好嗎 她前一陣子會也去換 在台大醫院換 這樣人很好 換費 她運氣也很好 其實她也就是有做很多好事 她也在新北市 她也就是開小吃店 也會送給人家吃 我覺得這個很好 她真的有個好心 善行耶 真的 好 那有另外的兩寶呢 有一位應該是已經過世了 還有一位是 也是有生病 我稍微看了一下 好像是這樣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 大家都能夠平平安 尤其是疫情再起 我真的是很令人擔心 對 我是覺得 大家一定要花費安心 然後幫助別人 然後真的 大家身體都會健康